進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林秘書長報告各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宴會 行政院來函文化部政部長立軍 本日下午因公請假 由丁次長小青代表列席 農業委員會 曹主任委員啟宏本日因公請假 由丁副主任委員集中代表列席 同發言人政院本日下午因公請假 報告完畢 好 謝謝秘書長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質詢 請蘇委員政卿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好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我們蘇院長 我們請一下我們行政院院長還有我們文化部 我們次長是吧 請您院長 請文化部 蘇委員好 好 院長你好 剛開始我想跟院長也說一句辛苦啦 因為接二連三的這個風災 我們也看到你風塵普普 不過在我們這個基層裡面 我們也確實感受到 我們中央政府對於風災的重視 而且你也只是說 這個在這個救災的過程中 一切是重寬 重數 重減 那麼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也要跟院長您再一次的說 在這個界面的整合問題上面呢 我們希望是能夠真正的落實 而不是單純的一個所謂的 重寬 重數 重減 而讓我們的不管是農民 或是我們的人民 都感受不到政府的美意 這一點我要特別跟院長您 來跟你做說明一下 好 院長你可以先坐著休息沒關係 來 我請請一下次長 好 次長 委員好 好 你好 我們 我記得部長曾經好像說過 未來我們文化部所有的補助案 將公開評審名單 對不對 是的 也將來要訂定評審的一個新的機制 並且定時依照比例更新 評審名單 對吧 我想這是你們文化部 未來一個新的一個作為 利益是非常的良好 但是部長不在 我這邊也要跟次長您講 我想問一下說 你們說要公開評審的名單 到底你們是要在評審之前公布 還是要在評審之後公布 報告委員是在評審之後 在評審之後 那又這個又有什麼意義呢 你都已經評審完了你公布名單 你是要讓這些評審委員讓他們接受 你們看原來這一次的案子就是有他們這幾個 來讓他們受外界的指指點點嗎 這個評審的過程呢 其實我們參考了國議會長年以來的一個做法 那主要是在評審前如果名單公布的話會有一些對價跟關說的疑慮 今天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只是要說 這個創意 這種舉動對我們整個評審制度不外乎是利益良好 但是我們是希望在整個配套的過程中 我希望文化部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這個提出一個施行的方式以後 將是未來你們的軍選標準 那麼我相信社會上都會用很高的一個平準的眼光 再看看說文化部到底推出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評審制度 到底是未來是一個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我想大眾是在期待你們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 我們還以為說你們是評審名單是要在評審之前公布 那如果是在評審之前公布的話 那你們就是要製造這些評審委員他們更大的壓力而已 不會不會是評審之後 那既然評審之後我剛才講的 那你們的評審之後的用意讓他們列出來 是要讓他們自己被受壓力說 你們要做得更公正的意思啦是不是 參與各種公開政案標案 這個尤其是跟國家政府有關的標案的評審 其實各種程度都是來自社會非常重要的 我們希望說文化部未來在你們的不管任何的一個評審作為裡面 是真的能讓我們的台灣社會能夠更加的接受 甚至讓我們台灣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能更加的眼前一亮 看看你們文化部新的作為 我們拭目以待 好你請回 我請一下我們那個通傳會我們NCC主委 那個詹主委是 我們請詹主委 請 院長 再問等一下 問一下我們主委的時候 有一些問題 我也想麻煩一下 請你仔細聽一下 好的 昨天 我們通傳會他們業務報告的時候 主委我有提出 對你的一個詢問 是 就是說現在中廣 他擁有五個全區的一個 一個頻率網對不對 是 那你也應該知道其中 他的寶島網跟音樂網他是怎麼來的 是他有一個歷史的原由 就當初有一些特定的任務 所以只配給他 什麼特定的任務 就是那個意志菲波的任務 對 沒關係大聲一點 你當初政府交給他這個寶島網跟音樂網 他的任務是什麼 當初的任務是要意志菲波 就是說跟那個 是在民國70年的時候 是為了意志菲波對不對 是 好 當初所以是五場 因為有特別的任務 院長 當初是有特別的任務 所以把他交給中廣去處理 那麼這個任務呢 到了民國93年就停止了 好當初都是五場的哦 所以他有特別的任務 那既然93年都停止了 那這個是屬於國家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收回對不對 對 理論上來說是 是 沒有錯吧 對 沒錯 但是現在他們變成的是 說他們在要換照的時候 在106 他們有誕書 說在106年6月30號換照的時候 才同意把這兩個交回來 對不對 而且是要我們的所謂的 原委會 還有我們的客委會提出計畫 他們才有交回 是不是這樣 對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在歷次的 包括股權轉換的時候 還有換照的時候 都把它做成是負負負貪 這個負擔 就因為這樣 好主委 我先問一下院長 你剛才又有聽到 当初这两个全区网 宝导网还有音乐网 是因为时空环境特殊的任务 由政府交给中广去做处理 但是当中央任务结束的时候 到93年结束的时候 李英就应该无条件交回 但是到现在 我们竟然还是用弹书 他还跟我们政府说用弹书 在106年6月30号换照的时候 才同意交回 而且还要我们的圆明会 还要我们的客委会 提出计划的时候才交回 院长 我是希望说新政委要有新的思维 这种不当取得 不要说不当取得 时空任务的交互任务的 既然都已经停止了 我们政府应该是用最积极 最快速的时间把它取回 来交还于我们国家 院长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我想苏委员讲的 我想这个政策方向上 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来处理的 我是觉得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 所以主委 我再一次利用这一次总咨询的时间 因为没有理由 说他们现在 我们多让他继续在维持营允的一天 就是我们多图立中广的一天 我觉得对我们全民没办法交代 而且在这边 我要跟主委您说 昨天我有讲过了 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广电视照案 在第11T次的视照 我有跟你你们看一下上面的这个 这个不大清楚 院长 这个视照案的时候 当初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些一些加分的模式 我要跟院长讲 今天这个加分的模式 完全是所谓的量身的定做 完全没有一点的公平跟正义 昨天我也跟主委讲过了 为什么说 只要交回一个中公率的 就可以加分 交回小公率的可以加分 但是加分竟然是 一个台北市就可以加分 加多少 主委你知道吗 一个台北市可以加分多少 对 这个跟委员报告 其实昨天我在委员会也说明过 就是说这个部分 当然之前有抱怨 但是我们这一届的委员会 是认为说 第11T次的视照的方式 包括预期要达成的目标 跟整个市场结构的转变 我们本来就会就这个部分 来做重新的讨论跟调整 好 你们既然说要做重新讨论 我就是要今天 我要特别让院长知道 院长当初的NCC 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分 这个所谓的设计 一个申请标准的时候 完全是替人量身定做 甚至于外界传闻 说今天是因为中广 要交回两张全区的 一个牌照 包大网跟那个音乐网 所以好像要回馈他一样 所以设计了一套 量身定做的一个方式 所以很最基本的 你从这张图表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台北市的一个 所谓的功率的一个电台 交回来就可以加14分 但是在屏东跟马祖 甚至于彰化 其他这些县市 交回来只能加两分 而且没有全区的县制 也就是说 无限台所 你有多少台 你交回去加分更多 那这不是量身定做 什么叫做量身定做 而且主委 昨天你有讲 到现在我也跟你说 你们要重新检讨 但是你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这个都还没有测下来 这个部分我们在委员会 已经有讨论过 然后我们会重新 就整个市场的状况 跟结构调整之后 会再抱怨 所以这个已经在程序当中 那既然要重新抱怨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公平 一个正义 我们希望就是说 就纵然了 中广交回了两张 全区网 他还是拥有三张的全区网 我们在广电法第八条里面 写得很清楚 我们的频谱率 是为了要普及 为了要均衡 你身为NCC主委 我们只是希望说 当然这是以前设定的 上任的主委 他们去参考设定的 你完全没有参与其中 但是今天站在我们 民意代表的立场职权上面 我们跟NCC提出了 这个良性的一个建议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听进去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 特别的为人量身定做的 一个所谓的设计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完全是不可取的 这个部分我们会通办考量 在义务报告里头 已经都写上去了 就说我们是上市会 就整个产业的 昨天你也回答说 我也明确的跟你说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去做个执行的工作 我们希望是在年底 我们可以看到说 NCC我们新的作为 也真的是能在这一次的 第十一次的一个试照 能是真的是公平的 而且是达到频谱 频谱频率里面的所谓的均衡 是这个我们委员会的 共识度很高 对 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你请回 好谢谢 那我请一下我们 交通部长在吗 部长 我记得你刚刚在这边 我上一次在这边咨询的时候 我也跟您报告过了 我们南部 尤其是屏東 我们以前都说的 乘月毛衰 这句话自我做孩子 我做民意代表 到现在很多乡亲都还在讲 现在每次一回到屏东 我虽然每天通车很累 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但是很多乡亲在跟我们讲说 为什么每次重大建设 就是到高雄 我们屏东人到底 中央政府对我们 是怎么一个看待 部长 我们一直希望高铁能够难移 因为当初早就有设计好了 那为什么中央都没有办法 一直跟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 包含着台南 包含着高雄 屏东甚至本武 市县市的首长 也是要联合来跟我们行政院 我们要来争取 我们未来我们重大的交通建设 我们屏东连续这两年 都差不多没名了 包含着生产力 竞争力 失业力 包含家户所得支配率 都是没了 我们做一个屏东 我们是觉得很不耐 所以当我们屏东要发展 没有到位的基础建设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未来怎么发展 部长 你对屏东的建设 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 首先委员您一定了解 这个潮州 这个铁路高架化 跟它的潮州机场 使得现在这个重贯线 都可以从潮州发车 我相信这个对于 屏东地区的服务 是多少有限改善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针对 城村地区 还有大鹏湾这一带 我们希望用配合观光 和地方上的这些繁荣 整体来做一个 比较复合式的轨道运输 希望这些事情 都是真正来帮助屏东 做发展绿色的产业 那这些事情 我想我们都会逐步来做 好 部长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期待 我们的效率在哪里 而且我要跟院长报告 在2010年3月的时候 行政院都已经核定 津建会 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计划 其中就包含着高铁 就延伸到屏东的一个计划了 但是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殷切的期盼 甚至如同刚才部长讲的 我们恒春支县 到现在还是 只闻楼梯想 你要知道 本来说 从台北 隔壁搞高雄 资云九十分间 然后又从高雄 做台铁 然后到恒春又是九十分钟 好 这个都是理想 但是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跟我们的行政党会说 这个恒春这个部分的研究 已经列入这个来年的预算了 已经列入预算了 不会再有问题 我们会往前推动 好 那 我要再问一下部长 之前 已经都有核定的高铁的一个方案 他提出了三个建议点 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 宇重新长的提出建议 当初说 不管高铁延伸是到大鹏湾 还是延伸到仿寮 还是到恒春 完全是由我们交通部来决定 决定这个站子要在哪里 不但我们希望的是真的看到 交通重大的建设 能够具体的落实到我们屏東来 这样对我们屏東才有公平啦 这部分跟委员报告 这部分的研究在2007年 确实有一个初步的研究 我们现在正在深入研究 希望在十月份 就是过几天以后 我们十月份就会把整个完整的研究 我们希望看到成绩啦 最后一点 这个国道10号离港交流道 到台28线龙渡这个联络道 这也是高雄和屏東重要的一个联络 但是它的时程要到113年才能够完成 部长我在这边真的再一次拜托 都建设对屏東太重要 这个委员报告 这个也是因为 如果原来是用快速道路的话 它所花的旗程比较长啦 现在我们是建议 如果说不是用快速道路一般道路的话 我们愿意在这上面来加速办理 对 好 我们既然是用平面道路 也不希望是到113年啦 我们一定要缩短旗程 这边可以进过吧 好 好 谢谢 天长 最后一句话 虽然没有快速道 我还是在这边的大师跟你说 我们再次期待的 我们屏東真的需要 重大的交易建设稍位 才能让我们屏東 拜托 麦克叶外套通 站在红水啦 完全是可以的 后就地方再次顧围 我们希望平安 后来台湾 新近平安 前来 都能看到 我们现在的任政长 为我们屏東 为我们台湾做事 多做一些事情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苏委员 那就拜托林院长 多照顾一下屏東线啦 好 下一位 我们请蒋委员 万安 咨询 寻导时间为30分钟 主席 是不是可以请 林全院长 请林院长 江伟也好 院长好 院长 您从520上任到今天 差不多4个月又10天 差不多130天左右 所以院长 您上任之初 其实民众对你有很高的期待 当然您本身的条件 你的专业背景 您也是历任少数 几位行政院长里面 有财经的专长 您是经济学的博士 那我也统整了一下 这个我们历任的行政院长 其实因为不同的专业背景 他就任的时间点 会有不同的施政的主轴跟方向 所以有的 可能他是着重在治安的整顿 有的他是财经建厂 有的他号称是行动内阁 等等 那院长您特别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在民进党执政 所任命的所有行政院长里面 你是唯一一个有财经的专业 我们看到 这个几位民进党执政时候的 历任行政院长 包括大部分都是法律专业 有的是担任地方的行政首长 然后有的唐飞院长 是有国防的专业 所以院长 我想从您施政 就任到今天为止 您的条件 您本身的专业背景 您期许你带领的这个行政团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内阁 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我们目前国家所面临的 各方面的困难 不只是财经问题 所以任何团队 我刚刚提到院长 您总是有一个施政的主轴 在您的施政报告里面 这本 包括您第一次我在总局的时候 你强调的三个原则 创新 就业 跟分配 要带动台湾整个新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再三强调 必须要有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您不认为 就您的条件 您没有期许你整个团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内阁吗 我刚才已经提到 就是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 当然不止财经 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困难 也不方是台经而已 但是财经 就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的 这个未来的主轴 所谓的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这个主轴 其实就是 以创新就业分配 这三个为主 来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困境 所以你没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认为自己的内阁 是一个什么内阁吗 这个部分应该是由外界来解读 所以院长 我认为 从你520上任到今天为止 其实很多各个不同的议题 相关的部会 其实四处放火 你疲于救火 所以我认为 院长 你们县所带领的这个内阁 是一个失速的内阁 所以我想 从劳工的权益来讲 你强推一利一休 你删除七天假 淘鸡大淹水 国道假期的夜间收费 政策摇摆不定 你限制愚民登太平岛 而且熊三飞弹的误设 亚洲西谷的政策 被新创圈打回票 再次推出的时候 竟然被爆抄袭前政府的政策 再加上 内政部的劳务见解 没有形成任何共识 就对外公布 新南向政策 没有任何的方向 造成只编列42亿的预算 杯水车薪 我想目前 整个团队给民众的感觉 是一个失速的内阁 所以我想院长 目前实证到现在 各个阁员的表现 民众是不满意的 所以院长 你有没有考虑 对内阁做一些 微服的调整跟异动 第一个蒋委员 你刚刚提到的部分 虽然是外界有些解读 但我觉得那个解读 并不是事实 这是第一点 所以院长 这个民调 其实今天最新的民调 您的这个不满意度 已经超越你的满意度了 我想这个非常清楚 数据会说话 所以外传也有很多 这个深知律营的立委 也提到那个 可能会要做微服的调整 我想院长 是否属实 这个部分 我过去也一直提到过 所有的人事检讨都随时都在进行 那么但是目前 我们还没有调整的这个 任何的一个调整的考量 我想这个 尤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乐生案 以及赵峰案 其实也凸显我们财政 以及监管单位的 督导不周 以及办案不利 所以这些都造成 整个内阁团队 对于民众 这个非常的失望 民众对内阁团队非常失望 所以院长 我想你也没有 能不能承诺说到年底的时候 内阁会不会做任何的改组 我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随时都在检讨 随时都在检讨 随时在检讨 所以有可能会有微服的调整 随时检讨 当然就是随时都可以去调整 但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调整计划 我想这个 接下来 我想 其实根据刚刚谈到民调 政大的选业中心 他们TDS的一个面坊调查 在选后 针对民众最关心的几个议题 我想院长可以看到 第一个 有35%的民众 最关心经济的问题 这也是我之前执行院长 一再强调的 第二个 16.8% 关注两岸议题 所以说台湾的民众 超过五成一 一半的民众 最关心两个议题 经济跟两岸 另外院长 您在去年的一个广播节目 也谈到 和大陆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台湾的经济不会好 所以我想 就民众最关心两个议题 第一个我想就两岸关系 先来请教院长 所以您大概简单形容一下 目前两岸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陆委会张主委来说明 好吗 委员好 两岸关系呢 大体我们的政策是维持 和平跟稳定跟发展 那么在目前我们看起来 就是说两岸关系 大体上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沟通联系的管道呢 我们说是有的 可是并没有像过去 所以主委啊 其实你现在的回答 跟六月份我总出去的时候 一模一样 知字不变 所以院长我想请问 你很简单 目前的状态 是和缓 是一个僵局 还是维持现状 是 是一个现状 所以主委又要再重复一次 是不是 如果是就不需要再回答了 是一个现状的维持 当然我们知道民众的期待 也知道委员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跟期望 那么就是说 没有像 好主委啊 这个我想 其实我对陆委会 也有很大的期待 我也希望你们能发挥一定的功能 能够做一些实时的计划 我想也期待 民众也期待陆委会 能够想办法突破 现在两岸的一个僵局跟困境 所以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 我也特别找陆委会的相关的预算来看 其中有一项我认为利益非常好 编列了大概一千多万 一千零八二三万 用来经营所谓的社群网站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跟年轻人有更多的互动 透过政策的宣导 让民众能够很清楚地了解 我们两岸政策的一个制定 进而得到民众的支持 所以我想这一方面 民众是肯定的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 所以我想主委 您可以大概说明一下 是透过什么样的社群网站来经营 首先呢 就是我们陆委会的官网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 那么更 就是说让使用者用起来 感觉他们需要的资讯 能够很快在上面找到 比如说要了解 总统的两岸政策 院长有关两岸问题的谈话 或是说我们要进行的像是 还有什么其他工具 另外我们会使用就是我们的脸书 希望脸书能够更加强经营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粉丝团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能够透过手机 那么可以直接能够 就是说能够用一种 比较更多互动性的方式 所以主委 我是非常肯定 能够透过像社群平台 或是这个新的媒体 能够做一些政策的宣传 我想让民众更了解 我们两岸的政策是非常好的 可是因为今天 陆委会编列了一千多万的预算 用来经营所谓的脸书 社群平台 这些没分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所以我想 我想主委 所以在经营这些媒体 新媒体的或社群平台的时候 基本上一定都是要跟陆委会 相关的业务有关 做一些政策的宣传 对不对 所以主委 房台的讯息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新南向的推动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中间有一小部分 公共托育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在地安养 在宅照顾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中秋返乡交通资讯 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您讲的是我们在脸书上的一些讯息 对主委 我想你们现在在经营陆委会的脸书 每一则发文 其实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按赞 但是更让我吃惊的是 你们的po文竟然是跟台风文 在地安养 公共托育 这些难道是陆委会的业务吗 我突然发现陆委会的业务包山包海 但是对于你们实际主掌的业务 却毫无作为 没有任何的进展 目前两岸的关系停滞僵持 我想这一分钱 你编了一千多万 未来用在社区媒体这些平台上面 可是我想我必须为民众来把关 我不希望陆委会 我们的政府编列了这些预算 结果是用来支撑一个 已经被虚极化 已经不知道有什么业务 可以做的一个单位 我想这一部分 院长 民众都在看 如果拿不出办法 我觉得民众会非常的失望 我想在现场的外交部长 李部长会非常的难过 我们四个外馆要撤了 结果我们陆委会 可以这样子来运用预算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难堪 我想接下来 主委可以请回 我想两个最重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经济和两岸 我想两岸的部分 如果说主委每一次出来讲话 面对中共的这个压力 只会说非常遗憾 表达强烈的不满 我想这样子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来担任主委 我想这一部分 院长你之前也讲过 没有好的对岸关系 我们台湾经济不会好 谈到经济的议题 我想院长 主机处公布了上个月八月份的失业率 高达百分之四点零八 比前一个月七月份还要高 比同期的这个八月份也还要高 每次政府一贯的说辞都是说 八月份刚好是毕业季 所以失业率会比平常要高 可是我们跟邻国相比较 韩国3.6 香港3.4 日本3% 我们跟邻近国家相比 还是偏高 更核心的问题 青年的失业率 我想院长你非常关心 青年失业率长期以来 非常的高 大概都是11到12%左右 也都是平均台湾的失业率的三倍 一直降不下来 跟邻近国家相比 韩国也只有10% 香港 日本 泰国 也都是比我们的一半还少 所以我想非常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另一个数据 台湾经济成长的估计 台湾经济成长率 大家都在讨论 是否能够保一 可是我们相关研究的单位 得出来的结果是很难保一 最后另外一个数字 痛苦指数 我想院长 即便你的阁源没有感受到 可是民众感受非常深 我们痛苦指数 创四年的新高 5.3% 民众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我希望院长 你带你的阁源 所有的阁源 要能够感受到 苦民所苦 所以讲到失业率 以及青年失业率 长期的这么偏高 我想我提供一个数据给院长 美国最新的一个研究 他们发现 每增加一个科技相关的工作职缺 可以连带增加4.3个工作机会 所谓的科技相关 STEM 院长您知道是哪些领域吗 科技的部分其实很多 Science就是科技 对 所以大部分四个领域 科学 科技 工程 数学 所以基本上全球各国都在争抢人才 我想这个部分 院长你一定要重视到 所以 院长 在国际人才的流动上面 您知道 全球500大企业 他们亚洲的营运总部设在台湾的有几家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总共只有8家 500大企业亚洲设有营运总部的319家里面 40%设在新加坡 34%设在香港 16%设在中国大陆 台湾我们8家 只有2% 非常非常的少 是什么原因 院长 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跟全球的产业链有关 就是如果说是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 往下降的时候 那当然很多的大企业 他就会离开台湾 会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把整个的 就是台湾的整个的 在产业链上的这个 重要性要让人拉起来 那当然就要去跟临近的 这些重要的国家去比较 包含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 那么当然这几年台湾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之后 那么很多的这个 就是在国际的产业链上来看的话 像上海或者说是广州 很多它在产业链的位置 因为往上升的关系 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 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院长您知道这500大企业 他们最看重的一些项目跟指标是什么 第一个 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个 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 高素质的人才 以及对外籍人士友善的程度 这些是他们几个主要评断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造成 这些跨国企业 在台湾设亚洲营运总部 只有2% 可是新加坡 韩国 香港 它会拿到40% 34% 这些跨国的学院 在他们的地方 设置营运总部 我想这个是一个警讯 所以接下来 最近公布的 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竞争力的报告 我相信院长 你有看过吧 我知道 所以台湾竞争力 总体排名 虽然上升一名 可是我们实际去看 每一项的指标 其实是退步的 每一项指标 尤其很关键的指标 其中一项 对于法规友善的 这个吸引外资企业投资 我们不仅仅是退步 不是退步三名 不是退步七名 是整个倒退 暴退三十七名 从五十名倒退八十七名 院长您知道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部分原因很多 那么当然就主要 还是我们的法规松绑 还有就是对外国人的这些 相关的投资一些程序 那么它的简化的部分 或者透明化的程序 所以院长有没有拿出 任何具体的牛肉出来 从上一次我总是去问这个议题 到现在 但你也知道 就是这种法规的修改 或者往往都是很多连累下来的问题 所以要去改变的话 也要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部分其实 我们已经请国发会 就改善投资环境这个部分 已经做了很多面向的考量 而且有些相关计划 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定下来 现在正在执行中 所以院长 其实这一次 这一次职任党立法行政平台 你们所列出的30个优先法案 你告诉我 哪一项是跟您刚提到的法规有关 这个部分 我因为三几个法案 我一下记不起来 但是有些东西 院长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刚刚讲说 很多东西不见是要跟现在法律有关 有些法律还没提出来 比如像公司法修法 那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去处理 但是有关的规定 规范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一个 比如讲说光是人才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有27个法案 所以院长 在你们所列的所有优先法案里面 包括当然很多名称的法案 我很肯定 住宅法 长照法等等 当然里面也包括了很多争议性的法案 这个村移转型条例等等 可是这么重要的议题 院长您刚刚也提到 很多法规必须要修改 必须要松绑 从上个会期我总续就提出来 可是在所列的优先法案里面 是零 院长您刚刚也提到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可是在所有优先法案里面 却没有一项 跟我们吸引优秀的人才 留财揽财有关 我想这一部分 院长你可不可以承诺 最近我们连续 说六七个法案到立法院 都是跟那个 为了让TPP的 符合TPP的将来的条件 我们修了很多法 这个部分都是跟我们讲的 所以院长我希望 真的不要只是嘴巴上说 实际上如果 这些很重要的法案 必须要真的列位优先法案送进立法院 好不好 我们可以把这相关的资料 已经送进立法院的那个 有关的法案 我可以提供给您 好了 我想另外 我不知道前一阵子 大概前天左右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两位候选人的辩论 我不知道院长有没有看 可能没有时间看 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 希拉蕊 他提出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政策 他提出 为了要吸引优秀的国际人才 他愿意让理工背景的硕博士生 在美国留学毕业之后 马上发给他们绿卡 让他们有永久的居留权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际都在 争抢人才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拿出什么对策 我想主委部长都在这里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现在说一两项出来 我们提出了这个 有那二七项的那个 人才吸引方法 是不是请陈主委来说明一下 跟江文言报告 就是人才 如何让那个外国人才 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台湾 而且在台湾生活跟工作 能够更为这个顺利跟舒服 我们这个特别有盘点一些 法规方面的松绑 那这一块因为陆续 应该就会逐渐地修法 以后就会送到地位来审查 一共有二十七个相关的法条 我们希望能够修正 让外国人在台湾工作 可以更为顺利 所以我想现在 我们政府也在推新南向政策 我想加了一个新 当然是有比于过去传统 我们可能只是单向的 可能资金过去 厂商过去 是现在加一个新 重新定义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也就是说 希望是双向的交流 之前院长在很多场合也提到 我们希望是人才双向的交流 所以在新南向政策 的确除了我们的人才过去 学习很多的东南亚语 希望能够积极培养这些人才 在当地能够有所发展 同样的 很多东南亚人才也进到台湾 我们看到这些国际的人才 甚至是这些 外国籍的这些学生 他们在台湾就学 不管是学位生 或者没有学位 非学位生 他们其实都非常优秀 尤其针对 理工背景 包括刚刚讲的 STEM 科技科学 工程 数学 这些人才 我们有没有一套方法 办法 能够让这些人才留下来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相关的法规 的确 27项 留财 揽财 院长在你的施政报导里面 也再三强调 我们对于人才的重视 可是面对世界各国 不管是东南亚 欧美 印度 甚至刚刚提到 美国也积极地在招揽这些人才 我们除了留住外国人 我们有没有办法 对于目前 在世界各地 台湾 在各地的这些优秀人才 怎么样把他们吸纳回来 院长 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个刚才您所提到的几个部分 包含就是说 这个像这些 就是东南亚有些国家 他在台湾留学的这些留学生 我们现在有办法 已经是给他 比一般要更有多的机会 就是毕业之后 可以在台湾工作 甚至于我们也有一些规划 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方案里面 有包含就是 国外的人才 他即使没有在台湾毕业 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机会 能够在台湾找工作 这都是新的规范 就我刚刚讲的 27个办法里面 都包含这个在内 都已经在规划 而且是陆陆续续都在执行 院长 最后我给你看一个数字 其实 外籍的专业人士在台湾 三万多人 但是新加坡 不止比我们多 不止五万 十万 他们有79万的外籍优秀人才 在他们本国 这是一个非常悬殊的差异 我再三地提出这些数据 就是希望 我们院长 我们整个行政团队 可以重视到这样的人才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对于 目前科技的人才 这个领域的人才 我刚刚提到 最大的失忆 每增加一个科技职缺 有连带 多了4.3个工作机会 所以这样的数据 再三显示 我们对于人才的重视 必须要积极地来提出一些政策的方法 以及法规的松绑 我想最后 台湾需要国际化 我们必须要吸引到科技新创 跨国的企业来到台湾设点 我们必须对于相关的移民政策 包括创业家签证等等 做一些法规的松绑 我想吸纳优秀人才回来台湾非常重要 我想最根本的问题 除了经济 还有两岸的议题 所以我希望院长 我们的失速内阁 可以回到正规 真的成为一个拼经济的内阁 好不好 您刚刚所提到几个重点 都是我们已经列进来考虑的部分 谢谢院长 好 谢谢蒋委员 谢谢林院长 中委员孔造之咨询 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下一位我们请 洪委员综艺咨询 寻寻寻寻寻寻寻时间为30分钟 好 谢谢洪委员改15分钟 主席苏院长 请我们林院长 请林院长 还有我们经济部的李部长 请李部长 洪委员好 院长好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们28号才见面 你记得 那个 院长我想我这个 自报你应该清楚我要说明什么 是的 那我想我先请问一下 那个院长 我们在那个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扩大投资的方案 我想这个扩大投资的方案 主要还是它的政策主轴第一项就是优化投资的环境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 优化投资环境的内容 有一个是确定稳定的供电 那确定稳定的供电里面我们提到说 包括说要更新这个智慧电表 包括说要推动太阳光电 离岸风力发电等等的 我想这些都是在开发新的能源 对不对 我们这是开发新的能源 但是我们有没有针对现有的设备来做改善 这个部长你要答复一下吗 我可以答 刚刚的委员报告 我们一部分是在发电的部分做一些调整 那把这个环保的这个设备加到这个现有的电厂 那另外一块 我相信您现在在垂巡的是 整个这个电线的地下化那件事情 那那天这个院长跟总统去分别巡视不同的地区的时候 也已经下了财势要我们从责成台电开始思考 所谓灾防性地下化的这个规划 那经济部已经开始执行这部分的业务了 我想我手里有资料 这个是那个科技部提供给我的 就是在那个104年整个科技园区的跳电 跟台电这边的统计 有达到7次 但是这7次里面 其中有6次 都是因为台电的设备老旧所引发的跳电 所以觉得这个台电的设备已经这么久了 我们是不是要全面来更新换新 我觉得这个部长你应该也要思考一下 那另外本席也针对那个台电跳电 请求我们那个经济部提供工业区的跳电记录 结果104年台电没有做记录 这个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您指的是工业区的部分 如果有跳电的话 是不是我们经济部这边有统计的资料 结果 我要查一下应该有 我刚才有讲到嘛 科技部它有做科学园区啊 但是我们经济部竟然没有针对工业区来做统计 那另外我想那个院长你非常的辛苦 这一次那个煤气台风应该是我们历年来停电户数最多的嘛 目前本期那个调的资料大概有420万户以上 那我想恢复的恢复电的状况 包括说得到的资料 有将近超过900根的电杆被吹断了 应该是不止这些啦 那目前那个修复的状况怎么样 我的了解是电杆的部分只要是 除非是很偏远的地方 因为道路等等有问题的话 其他地方应该都到 现在应该都差不多完成了 应该是没那么快了 因为电线掉落要修复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是电杆折断的话 应该是没那么容易 那个部长 那天你跟总统到方圆 彰化县方圆厢的汉堡地区来视察 那时候是整个21根的电杆 连续被封这样子一整排吹倒 这个景象真的是非常的显像还生 那我想那天 那个彤彤有做了两件事 本席觉得非常的欣慰 第一点他到现场之后 他就马上慰问我们所有辛苦的台电人员 我想这个你在现场 他也跟他们加油打气 但是他要走的时候 他有讲 他说电线地下化很重要 我不知道这句话你有没有听到 有有 那个已经 我就刚刚跟您报告的 就是院长跟总统都下了财势 经济部已经折成台电 在做所谓灾防性地下化的掀起规划 那马上要开始推动这部分的分析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有委员在关心 今天报纸已经登了 你们也讯许出来了 就是要推动五个县市 五个县市的电线地下化 这个是属于道路还是属于特定地区 在这个部分 第一部分所谓灾防性的部分是过去 因为风灾最常受到损害 像临海地区 像过去产生炎害特别重要的地区 接下来是主干线 然后足迹再到所谓的都市密集地区 或者是特定的工业区等等的 所以他有一个顺序在规划 你们的顺序里面 有没有考虑到电压 有没有考虑到电压的因素 包括11000 22000 69000的这些超高压电线 你们没有思考必须优先来地下化 有的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主干线 从主干线到支线 所以如果是超高压的话 你们是会优先嘛 那本席现在提供你一个资料 那个在去年 104年8月8日苏迪勒台风 就发现在彰化县 这是彰化县工业区有史以来 应该是最大件的一个集体的火灾 就是那个方便工业区里面 有一个6万9的超高压电线掉落 导致有11个厂商火灾 然后损失大概将近有3亿3千多万 3亿3千多万 那这样的损失 是因为超高压电线 6万9的掉落 这个掉落的话 有可能电死人啊 一下子就电死人 甚至会引起火灾嘛 所以厂商 已经从那时候开始 就一直反应啊 但是现在也没有得到 我们台电 还是我们经济部的答复 那我想 那个在104年11月份的时候 那个陈述月委员就有协调过一次 那本席担任立委之后 在105年 就是今年的4月27日 也协调一次 然后8月份 8月18再协调一次 8月23号再协调一次 台电都说 需要高层同意 那我想你就是高层了嘛 我来处理 我想那个部长 那时候也是很期待 就是那时候有约一个行程 是在那个9月5日 你本来要到彰化的工业区来视察 当时就是要跟你提出这样的请求 但是因为那时候你刚好 院会开会你没有到 但是我想 因为台电是这样讲 所以本席认为说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边 郑重的来说明一下 像这种超高压电线 是在工业区里面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来保障 这一些企业 可以它有一个稳定的供电 这种超高压电线地下化 是不是一定要优先来执行 是就像刚刚跟您报告的 在这个电线地下化 在那个规划当中 本来就是从这个主线 然后逐渐直到支线 所以超高压电路 本来就是在规划的最前端 但是因为同时 还有栽房性的这个规划 所以两者会并起来一起考虑这样子 好 那个部长谢谢了 那我是不是也请院长 你再做一下答复 再做一下宣誓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这个部分就是照刚刚李部长讲的 我们一定会 就这个超高压电线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来 这个尽快的来处理 好 谢谢 那那个部长你请回 谢谢 那接下来请我们NCC的张主委 好 来 请张主委 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 这个牌子看得懂 第四台收费 对啊 第四台的收费 那个院长你们家有没有装第四台 有 有嘛 那你们你知道那个第四台 你们家的第四台有多少频道吗 好像应该有100以上的 对 差不多是100 但是我们通常大概都不会看到 差不多啦 因为那个每一个台的台数不一样 每一个地区的台数也不一样 那有哪一些是B仔的频道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 那是不是主委你可以答复一下 是 我们现在有一些是那个基本的频道 然后有一些付费的频道 对 那啊B仔的是哪一些 有11台啊 就是像那个 像这个无线啊 还有这些相关的电视台 好 没关系 那个 那个院长 你这样每天大概有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 我通常都没有时间一直看电视 都是把电视开在那边 有时间就听一下 有时间就听一下 那你知道你家的 第四台一个月收多少钱吗 呃 我想好像是半年三千块左右 大概是这样子 半年三千块 差不多啦 半年三千块 一个月大概五百多嘛 这大概是全台湾比较平均的数值 那那个主委 这个第四台的收费是谁在决定 呃 跟委员说明一下 基本上第四台的费率是这样 就是说依照这个 有线广播电视法事实上是系统经营者 它是跟这个地方政府来申报 然后地方政府会组成这个费率审议委员会来审查 如果说地方县市政府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就由中央这边来审查 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审议委员会 就由我们NCC来审议 那目前大部分的状况都是由地方政府 有费率审议委员会来审查 跟第四台有关系统业者相关的这个收费 那主委你们介绍有没有装第四台 呃有 有吗 那你一天你可以看多少频道 有没有算过 呃其实坦白讲 我是比较少时间看电视 其实我想哦 现在普遍 那个一般的民众的反应啦 就是第四台这么多 可是他一天基本上看不到几台啊 为什么要付这么多的费用 这个是从去年就开始吵到现在了 这个你应该知道嘛 是 那那个哦 在104年12月4日的时候 有一个朝野协商嘛 它里面的内容 就是要针对那个广电三法 希望提出修正 就是希望说 可以针对这个第四台的费用 要通盘的来检讨 是 跟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哦 就是说在那个 今年年初广电三法修正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交通委员会有一个决议 就是希望可以针对 呃 分组付费 或者就是这个部分 能够提出一个相关的办法 那呃 以我的理解 现在这个部分是有一个 行政计划 在交通委员会 那不过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分组付费的机制 因为它牵涉到的 包括系统的业者 包括频道的业者 还有包括消费者 是不是真的能够 让消费者能够收费 这个我们在交往会应该 呃 有这个时间可以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因为我想哦 那个主委你是八月一日才上任 是的 那我想这一些目前 包括说我刚刚讲到 104年12月4号所通过的 在今年四月份跟六月份 都有召开公听会 那这个公听会的内容 您有清楚吗 对 现在还包括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希望能够有这个分组付费 然后朝尽量 呃 没有要看到这么多的频道 是不是要付这么多的钱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 接下来是必须要来讨论的 对 接下来必须来讨论 那个 诶 主委 我让你了解一下 在四月份跟 五月31号的这个公听会 你可以看一下出席的人员 并没有消费会的代表啊 对不对 没有代表我们普罗大众嘛 所以我刚刚 这个就是目前 现在大家在质疑的嘛 所以我刚刚特别跟我领说明 對 我剛剛特別跟委員說明 就是說目前為止這樣的一個行政計畫 因為我們8月1號上任之後 是有把6月份送出去 到交通委員會的這個行政計畫 有拿出來做檢視 那這個我剛剛有特別說明 就是說它跟系統的業者 跟頻道的業者 還有很重要的跟消費者 事實上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應該要再來看 怎麼樣通盤的考量 可是本席認為最重要的是消費者 我們怎樣讓消費者去享受到 比較便宜的第四台 這個才是我們政府該做的 是不是這樣 通傳會本來就應該要從 那個消費者的角度 也要來幫忙思考這個事情 因為我想那個前主委 石主委他就在這個期間 就是在這個轉換的期間就卸任了 也希望說你上任之後 針對這個議題 可以繼續的來處理 讓我們消費者 可以了解到我們新政府的用心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明這個部分 一定我們是非常關心的 特別要從另外一個 也從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那另外剛剛委員關心的費率的部分 就是現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在處理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可以 透過有限電視數位化 然後希望可以跟地方政府來看看 怎麼樣從費率的角度 也可以讓消費者能夠充分的感受到 相關的這個有限電視的服務 這樣 謝謝 在那個四月份那時候 其實對消費者比較有利的 就是有一個兩百的 有一個兩百 當然也有民眾希望是一百嘛 當然也有希望是三百嘛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讓消費者去感受到 政府有希望降價 讓這個福利可以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 這個部分應該是要納入考量 不過怎麼樣有更好的 更有品質的內容 我相信這個部分消費者也應該會很關心 我們會一起來看看 怎麼樣來把這個部分做整體的考量 主委 那個第四台的降價 本席非常的關心 本席會到委員會裡面 來跟你做討論 那院長辛苦了 謝謝主委辛苦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洪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 陳奈委委員素美 執行巡達時間為十五分鐘 主席 我想請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請林院長 陳奈委員 陳奈委員 你好 館長您辛苦了 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您在上任之後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520到現在應該是有差不多五個多月 五個月差不多快半年了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饱受来自各方面的期待改变的压力 那这部分呢 我相信您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 那这段时间以来 民众都期待着 我们的新政府落实转型正义 那这个健全我们这个民主价值 而在上个会期 我们终于通过了政党及其富水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迈出了第一步 所以呢 在新政府在关注我们转型正义的同时 我认为我们新的内阁 也应该同步积极 重视社会大众所期待的建设跟发展 您认为是吗 是的 那我现在想请我们的交通部长 因为接下来我想要询问的是 我们台湾的观光产业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的观光产业 需要永续经营跟多元布局 目前中国来台旅客的那个人数 已经递减了 也造成了912那一天 观光业走上街头提出了诉求 那请看这张数据 我们来台 这个我们的那个来台的人数 很明显的 看到中国大陆还有新加坡 在我们八月份 就今年的八月份 中国大陆成长率是少了32.41% 那新加坡是少了-14% 那在9月21号的时候 我们主计长在财委会背询的时候 也提到 中国来台的观光数 每减少10% 我国的GDP将减少0.1% 华语国家从事国外旅游 最普及的地点 就是我们的台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台湾的治安良好 还有我们的社会风气很开放 但是当我们的政经因素干扰了之后 我们又该如何面临这项考验呢 请这个问题我想请院长答复一下 我想第一个我们必须了解 就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 对岸的旅客会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而不来台湾的话 那这个部分表示 这部分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 我们的整个的观光产业里面 做一些调整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要怎样调整呢 现阶段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努力 一个是对立即受到影响的产业 我们给它一些救助或一些协助 那么在长期来看 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转型 同时让这个旅游的附加价值能够提升 就是高品质的这个旅游能够增加 让台湾在这个 即使来台的游客减少情况下 它整个的产业产值呢 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受到冲击 那当然这个旅客的多年化 是非常重要的 本席从观光局的资料来看 观察去年跟今年 我们来台的旅客的一个数量 104年是将几次1000多万左右 在我们今年的1到8月是700多万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 目前可以说是跟去年来比是持平的 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跟新加坡减少 但是日韩两个国家来台的旅客数增加三成 但是即便部长 夏部长您站在这边 我想请问部长 本席参考观光局的网页当中 2014到2016年的观光政策的时候 我在观察这个观光政策的时候 部长您相信吗 观光局就像影音机一样 政策雷同度超过90% 这个让我们看出观光的一些改进跟改革 过去国民党做得不好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才改长换代 那我们现在新政府上台了 为什么我们的观光政策 跟之前的观光政策 雷同率是90% 难道我们新的政府 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创新改革的方案吗 跟委员报告 我想关于我们在观光上的调整 下礼拜我们在交委会的业务报告里面 就会在这个上面反映 我们在将来业务报告 这个方向上的调整 部长 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好好的督促 是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 对于推动我们的观光产业 我们应该要从在地文化寻找 还有行销元素 这两位 这两个最重要的您认同吗 完全同意 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 这里我要提出一点 交通部观光局的网页上 行程推荐中的主题行程 您看一下 主题行程 里面有介绍我们全国各县市的观光的一个旅游的景点 但是我看到了以后却非常的惊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全桃园 我看到的景点里面推荐的是 两桨 行程 小人国 跟阳升高尔夫球场 相较于其他的县市 我们桃园 推荐的只有这几样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桃园就只有这几样吗 当然这个是过去 在这个上面不够用心 我想这个部分 像刚刚您讲那个方向 我们要来做调整 好 那我想请问你 就您的印象里面 我们桃园有哪些比较具有知名度的一些景点 假设我提出 大园 有哪些 猪尾鱼杆 还有西海花卉 观音 你马上联想什么 观音的 应该是最近有一些花的产业 观音的莲花祭 OK 那我想请问一下 新屋有什么 新屋 好 我跟你讲 永安渔港是全台湾唯一的客家渔港 那请问一下 杨梅有什么 杨梅 好 我跟你讲 有普新卫泉牧场 还有呢 还有很多的观光工厂 部长 我觉得你这方面不太及格 要加油 是 应该 其实 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各个族群 都有着很好的一个文化记忆 这些轨迹跟智慧 都需要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进行盘点 整合 来推荐 让我们的观光能够提升 如果我们的观光再这样停滞不前的话 我们只能期待我们的观光的旅游人数会增加 确实 我们今后把这个所谓的在地化才是国际 这个观点一定要重新变成是我们的主轴 那我在这里也请问院长 桃园身为国门之都 我们交通部什么时候 可以将桃园市的景点文化 还有美食 这些具体可以提出来 可以吸引观光 作为我们地方 或者是整个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需要多加油了 谢谢 我想这个您讲提到 其实不只是桃园 应该是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观光 未来都应该走这个方向 是 那因为我自己身为桃园选区的立法委员 那我是觉得啦 我们桃园是国门之都 航空城 未来的亚洲戏谷 还有捷运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为我们观光 能够有点亮更多的一个色彩的地方 我想抢救我们观光产业 吸引国际的旅客来台 政府实施的计划除了贷款之外 我觉得还有 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作为 那是否考虑由交通部提出 修改发展观光条例的方式 增订发展观光条例第49条 授权我们地方政府 实施我们关于观光的这些 房屋税地价税的减免措施 可不可以这个部分带回去 做一个考虑 做一个未来施政的一个依据好吗 这个方面委员 我们已经跟财政部这边在初步的交涉 那么实际上这个上面因为 相关的一些税都是地方税 所以我们也需要跟地方政府在一起协调 不知道院长跟部长知道过去台北推动的 MICS4S这个计划吗 对不起这个我不清楚 您看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目前我觉得我们桃园欠缺的就是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场地 但以桃园的整体的环境还有经济发展 我觉得这样建设是很迫切需要的 那么我也希望政府能够参考过去台北市推动MICS4S计划的经验 实质鼓励推动我们会展旅游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在桃园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 展览以及奖励旅游带动我们的观光的一个产业 可以吗 谢谢您的指教 我想这个会展中心确实是我们的在观光产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不过因为现在各个地方政府 那么都有提出会展中心的这样一个规划 可是我们希望它做个整合不要重复 就会展中心各有不同的会展特色 我们希望去协调一下 就是有不同的功能或不同特色的能够在不同的都市里面去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这边具体做一个总结 我是希望能够发展观光具体的建议 希望能够活化分流 积极整合我们地方的一个景点资源 带动我们整个国际的一个发展观光 然后呢有我们很多的休闲农场 我们全国有三百多个休闲农场 我们桃园也有十来个 我希望呢在地的农业能够参加这个观光整合的一个行销 不能让他们单打独斗 那另外呢延长停留的部分 我想呢我们桃园机场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国际机场 请看这张图片 日本的福岡维利 那这个福岡机场 它周遭有很大的那个大小型的一个饭店 那我们想旅客去到那边也可以就地做一个旅游 那台湾人最爱去的还有一个博多运河城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景点 我想他山之石可以效法 另外呢我希望能够健全交通 我在上个会期有没有 针对我们的天空断桥 以及我们台六一跟六六线 这个部分有没有 台湾的那个路坪的砖 路坪的问题 也是需要多加的一个改善 我想呢我上个会期提出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改善 这个部分我也希望我们的交通部能够努力 另外呢我们还有台铁车站的一个更新 做出实质的一个质询 但是却没有改善 我想这个一周之内 希望能够向本席提出说明 在这当中我必须要点名台铁局 两位知道吗 桃园市有六个火车站 我们桃园市 桃园火车站内利 中立 普新 杨梅 富刚 三个火 其中这六个火车站当中 其中有三个火车站 是网路票选最丑的火车站 其中有一个这样 普新火车站 你看一下 这个普新火车站是用什么做的 铁皮屋做的 我告诉你 真的很丢脸很丢脸啊 我们台铁长期都用低价的得标 所以呢 我觉得啦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交通部 急需要帮我们做一个改善 可以吗 是 那个票房的部分会先做 如果在10月1号就开始做切换 有关其他的美化工程 我们已经列入预算了 那我告诉你哦 这个台铁有多乌龙吗 我从5月办会刊 它的站体要做一个改善 结果你知道吗 会刊回文给我多久 你知道吗 7月份 两个多月 不要说实质的改善 连一个会刊的回文都要两个月 那我们期待这个政府会有效能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希望我们交通部可以赶快提升我们的效率 好不好 不要我们委员去会刊 会刊完了 还有两个月才给我们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好不好 那另外呢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我们的行政院长 我们有一个组织改造推动小组 这个小组从几年开始 这个部分组织改造其实已经有 应该是在这个 应该是2008年以前就有组织改造 我告诉你啦 2002年 到目前为止 9次的修正 已经将近多少年了 14年了 我们看一下 召集人士行政院副院长林喜耀 那执庭长是行政院 人士行政总处 人士长施能杰 那么呢 顾问有两位 其他委员还有13位 都还没有派任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至今15年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新政府上任了以后 这两顾问还有委员都还没派任 那我想这代表什么意义 是我们新的政府不做了是吗 这个部分是不是 对 好请那个是 我跟委员报告 我想新政院并没有不做 我们目前正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陆续规划中 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这个 有这个重要性 而且是没有太大争议性 我们会分阶段来进行 那至于这个小组的一个进行 这是内部的 好谢谢陈奈委员 谢谢您 谢谢您院长 那陈奈委员的书面 再请行政院 议以含复 下一位 我们请陈委员超明执行 寻打时间为 三十分钟 好 仔细各位列席的官员 还有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我要请我们的行政院 林院长 陈奈委员好 林院长好 你看到我一定觉得很疼痛 很烦 我仍然要谈苗栗财政的问题 那上次去拜访你 你也请了主机长财政部长来 我本来你一直在说很恩怨很乐意 我听到一句话 害我一个礼拜都睡不好觉 你说国税的话 不应该算是地方税的一种功劳 那我感觉奇怪 那怎么不是功劳 你的国税是你制定的税 说你国家要收的税 但是我们去招商过来的话 是我们地方要提供很多的不安心 你安好我没吃不睡 本来要跟你邀请变灭度一下 不会啦 我才给你爱情爱买下去 那是我学问不高 还是你说你才有道理 我只是你教我 我是说你经济学博士又当过财政部长 我跟我内行在了 所以我今天如何讨这个公道 因为我家说我才有道理 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比較土 我把六都此外 苗栗縣市五級縣市 我繳的國稅 跟你統籌分配館給我 我繳一百塊 我才拿四十八塊 好 前路名的新直市 是三級財政縣市 他拿了一百塊只拿九塊 銀林縣 一百塊拿了二十五塊 張瓦縣拿了八十二塊 新直市拿了三十二塊 我是五級縣市 我甘苦小孩 我趴在那賺錢給你 你跟我說 這樣財政縮出法有困難 我是五級縣市第一名 唯一有盈以的 我又贏過兩個四級縣市的縣市 贏過三級財政的兩個縣市 你也不要看問到那麼無聊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一直在強調 新直縣 新直市苗栗隔壁 他有我們 他有一個科學園區 他的銀位稅 稅在那一邊 那我們那邊的科學園區各方面 我們正在籌設中 未來會增長 我們地方的改善交通 才會有很多廠商來投資 我這個扣張型的投資 但是我是造成良性侵犯 來增加苗栗稅 現在雖然負債 將近五百億 這樣啦 我這個人壓力不太大 我五級縣市 大家都 minus 我創造稅 十年一千多億 不用 我一人一冠 你像我五百億 我不用跟你們投資 你跟我說有困難 他有困難我再問你一點 所以馬英九台北市長當總統 你們就四百億多億的 那個健保會撥給他 現在換成蔡英文當總統 臨錢當院長 高雄市 一百七十幾億的健保會給他 要不空金空人的 我們吃寒雞鴨都不能給他一點錢 有好得力 我不是沒有道理啊 所以 包括參與八十句啊 跟你要錢 我看到你們的臉色 好像很不屑的樣子 我會啦 還有一點 我一定要嚴重的抗議 本來蔡總統說 不反應你可以判三四週子 不好意思 你們才做一百多天啊 你們竟然跟他講 你們要苗栗憲政要錢的話 最好不要找立法委員 我跟他拍花名 我跟不好溝通的人 我今天趕出來 我覺得我有道理學問 來 五級縣市再給他們比較一下 上次我都講過 您都不承認這些 真正的一個證據 真正的一個視職在那邊 怎麼 台北市就能說沒錢 他們那太有錢了 你們再拔四百幾萬 四百幾萬給他們 高雄市你們要拨了一百七十幾億 有沒有法令的幾十 沒有 一個函事 我今天再次要特別的要求 不要趨往苗栗憲 不要接入南京在這邊運行 蔡英文總統說會盡力解決 苗栗財政困難 你也是要說解決問題的政府 到現在我每天到行政院 苗栗憲主來拜託 像我開這兒開給人家的愛情 覺得很難過 我相信你們可以想出一套的辦法來 沒有接 其實一百多億到兩百億都全部借給他做 就能馬上解決 有財產有什麼 你們去幹什麼 所有不要閉關自首 你現在作為跟國民黨時代的作為都一樣 我簡單講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所有非大佑 給我好一點的禮物 讓我帶著微笑離開立法院 這個殿堂 不然也是要錢 我都要得很苦 變成苦瓜連了 然後我要求的條件 事求的條件 配額款串稅補 你們去選幾項來解決這個問題 台北市有錢 高雄市有錢 你們可以特別補市 我們有錢 我有創造的業績出來 你們竟然很看不起我們 是嫌我們票少還怎麼樣 不會啦 陳委員 您上次有跟縣長一起來到院裡面 我們也是很熱心的 我覺得你們很會田野秘移啦 講得很難 但是只有補市薪水的錢 其他都沒有 哪好我們每天來賺錢 不要每天來 一個月來一直報到乖乖的 三騎公不會 不會你做出來就是這樣子嘛 我本來對你很有相信的啦 你的方便也非常好 要跟人家不一樣嘛 因為像您剛剛提到的 有關國稅的計算的部分 那個部分如果照這個標準來算 那可能會有很多的執行上的困難 而且會造成其他的這個 我是探錢人 瞭錢人 拿錢人 什麼困難 你就學學台北市嘛 跟高雄市的健保會這樣補助嘛 你們那個也沒有還 你們就能做 台北市高雄市 我這個你叫財政說什麼 統籌分配款 裡面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嘛 是要做到外面做而已嘛 我跟妳做的心想不太好 我愛妳的錢好不好拜託 回去幫我想一想 我讓子季次跟財政部要想一個辦法啦 不然妳好亂死妳 我還沒判妳 我現在判也很判喔 這一定構思不太好 那妳說你 阿瑄問我 協助院長 我們習政委 不要怕我去找你們 我人很好 民進黨也很喜歡我的 好不好 給我拜託 我們很歡迎你提出任何問題 或跟我們聯繫都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不要我們每天來賺錢 好不好 就一筆如何去統籌生來 要扣要怎麼樣 將來要怎麼樣 財政收支發完要怎樣來補 這個是很好 我們苗栗縣是很好的成績 我們已經盡力在協助苗栗縣政府 處理關了這個財務教徒的問題 我第二個問題 遠雄醫療研究 你們POWERPOINT打出來 在這個地方 謝謝兩位部長跟主席長回去 時間太短了 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林政務委員 他為了聯金改的 被丟得滿頭都四包 是你啊 不是你來 遠雄醫院的那些都丟在議院 但是我跟政委討論 討論我覺得他會 在這麼忙之中 他很仔細請聽我們的話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問 而且他很快的今日重點狀況 我希望 院長不要昏蘭力 苗栗縣真的要一個集中症病的意願 所以對林政務委員 我特別特別的要感謝他 他真的很成本 很實在 而且他說 因為你交代了 所以他當然會 我曉得你交代給他 做得好我要成贊 做得不好我一定要講啊 好不好 那個衛生部 部長 是 我是這樣 是 如果你政府沒有前民間要去投資 蓋醫院 你不能再來亂打 來那些有沒有用的法令 用這條卡那一條 不要有政治意識 我相信醫療的人權 是一個平等的人權 你們大陸是 幾十病的病院 我們政策要集中症病醫院 我們要送一個鐘頭到別的線索 我們生命 要比人家還要一點點 尺寸的平等 我希望這個 你們把它證為真實的問題啦 但是目前啦 林政委 我謝謝你 好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沒什麼 這個完成我講得圓滿 林院長 我會說你幫忙的 跟市院長幫忙 他一直看著我 他也希望幫我苗栗解決問題 因為苗栗險區都是你負責的 你到苗栗也通知我一下 不要偷偷的跑去挖他的選票 來 再來 請回座 還有 這個醫院的問題 好像還沒有完全解決嘛 還沒解決 要等監察院的報告 大概原則上 監察報告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解決 因為要跟著這樣來 所以我這點也很感謝 也把問題提出 啊 部長改天我再請教你兩個 好好幫我這個問題解決 再來我今天為什麼要特別談到 農路跟路平專案 我覺得都市跟城鄉差距實在太大了 以前我對農路啊 每一次要求農委會一定要把金額提高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省的農路 是幾百萬公里 人家的新八市 一年只路平專案就10.5億 台北市那有幾個地方 16.25億 結果我們的農路 預算幾百公里啊 平均下來 我講平均值哦 那以前都是我爭取的哦 才8.5億啊 他們鋪的路大概 差不多十幾公里 我們是全國的 全省的 那些山地的農路啊 偏了8.5億 啊為什麼要給都市那麼多錢 給六都那麼多錢 他怕都市人走路跌倒啊 我在鄉下有地方可以走路有平就好啊 沒有平只要說薄一薄下去 這樣走就好了 怎麼差到那幾個了 我講這句話 城鄉差距 那個議長 你不知道這是兩個通告 你沒有向我們選舉上山下海 大概每一條路怎麼走 捷徑怎麼我們都一千二十 我希望農委會 農路是人民最需要的 把這個預算提高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明年的預算會提高到9.2億 那我們今年9.2 可憐啦 可憐中央政府比6都還沒有錢 我覺得你不要 院長在笑 院長占過屏東市長 屏東縣長他曉得農路有多大 你騙這樣子你會叫我怎麼樣 每一個鄉村去唱 改進改進改進好不好 不要騙的那麼少啦 好 謝謝 好不好 我跟妳講親的 不然農民越來越反感 是我們會透過農村再生裡面的一些農水路來支持 希望真的能改進 多體諒農民 都市的路啊 不要鋪得那麼好 好不好 我們有路可以走 因為他們自己出錢 不是中央政府出錢的 那個都市的路 台北市新北市 他們是地方政府自己的 我曉得他們地方住 他們有錢 有錢都到了 沒有地方可以花啦 我們中央窮到怎樣 把他收錢補助 統統分別款 全部把他收來鄉下的地方 工廠該在我們鄉下 假設你在台北市 你還存在的時候 你很困難 越想越去啊 你不知道這樣 城鄉的差距越大 你這一改三六都 把鄉下的人口 農村的人口 都吸收到都市裡面呢 阿公阿嬤你養你們的土地也順了 好不好 是啦 這個是我們過去的一些 好不好改進一下 今天你來了 那部長 我說的都是千尊萬切 啊 大家都在談土地尊贏 那土地尊贏 好像只有都市人六都的權利 好的地方都往台北市走 往新北市走 社會自宅什麼國家的土地 都拿來蓋給他們 這些問題我們不反對 但是 有幾個人 曉得農業先生 鄉村的 土地尊贏在哪裡 所以我提了三個土地尊贏 國有更利的陳之放 我實在就晚養 每一次我要去解決問題 都罵國民黨時代 我說民進黨執政時代也沒有解決 怎麼只有罵國民黨 這個問題從日暨時代的時候 到國民黨 經過民進黨執政 這個問題流著 因為在日暨時代 大家 怕去繳稅 所以變成用重的 沒有去登記 土地的所有權 沒有去登記 走得很辛苦的生活裡面 流到現在 現在你要任何開發國有町 你都會遭遇到困難 所以我現在國有更地 種了一百年 種了五六十年 沒有一點名分 大家怎麼也去改冠 只有都市人沒有房子做的 住的時候 你們要去解決 我種了幾百年 一百年 五六十年的土地 也沒有名分 學一下三七五簡直 把它畫得清清楚楚 國有更地 你看要用六四分 七三分 不要永遠都是只有國家的 他那個在 國民黨 來以前在日暨時代就存在了一個問題 家說 我們要用超級差的 複雜的 複雜的 另外一個 這個才叫做有感 那個人造成的那是在日記時代沒有 為了沒有錢怕去繳稅 所以一直用層次的方式延續到現在 可以從空照圖可以從他們資料顯示出來 那個報告院長 我們只是改判斷的問題 我們政策的問題太決定了 你們都沒把我們想到 那個我麻煩院長 我們都是貧窮的縣市資深的 我相信國有更地 那個層次的放臉問題也要開始去檢討了 再來再講保安臨地 我越想越想越去 保安臨地到現在的政策檢討 從日記時代一百多年的保安臨地政策 都沒有 都教你們這樣 尤其林務局很大膽 覺得他說這個土地劃下來就是我管的 我也覺得這麼奇怪 為什麼台北市 新北市海邊的保安臨地很少 桃園也很少 到了薪子也不多 只有到苗栗 因為我們比較落後 所以以前開花比較晚 結果都用重大建設解篇 我不是傻人 有些的保安臨地根本不適合我們講的嘛 現在的保安臨地你說要種事 你們農偶業就種不活了 你叫百姓去種事 你們的承諾率多少 跟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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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保安臨地 林地還有山坡地 還有所有的農地 我現在是說海邊的 山上的有時候你們亂編 我知道 我們會 我會說很多亂編 突然一塊保安臨地 其他都不是保安臨地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所以你知道這個 不知道 這個都是長期的問題 那我們 你哪裡人 我屏東 萬丹 萬丹有沒有靠海 沒有 他靠高平溪 你大概山區的保安臨地也不少吧 對 所以萬丹沒有保安臨地 沒有山區的保安臨地 但全國有很多 那我們會完全盤點這些土地 那在明年的時候 配合內政部的這個口土計畫法 來統一的一個盤點 我覺得很不合理的 一個土地存在 幾百人的都沒有檢討 好不好 拜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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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請內政部農委會 就您剛剛所提的這個部分 我們請他們來檢討 你們檢討 我希望有一個政務委員跟我來配合 檢討這些事情 不然林務局都很大 農委會的話 幾年來都要想長有權利 不想給農民有一種好的 所以覺得這要給農民的一種權利都沒有 農委會一定是站在農民的角度 在農地農社的表情 你們很大 但是百姓的苦 你們都不曉得 好不好 我是講得很真實 再來 農地農社的宣建 在上個會期 擁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個人跟你講 這是民粹的問題 是農運團體跟你們製造出來的問題 你不能把農地農社 要因地之餘 不能以依蓋成 你宜蘭的白 但是我賣的關係是 丘陵地叫做丘丘環埔 我丘丘環埔 我丘丘環埔也沒有水源可以耕種 也沒有農入進去 裡面只有相思室跟植子室 我不能開發 我在裡面要衝一下 然後都市人每一次到鄉下 你的風景好漂亮 就把它劃下來 部長 都市要發展建設 你們農地去幫我擦片 那擦地了 我們農地 要蓋一個房子不行 啊 反正我們農民不可以耕耗 跟你們土耆人可以去炒地平 這個非常不公不義啊 所以 農地農社的建建辦法 一定要修正 現在你們訂出來的辦法 在每一個縣市都不敢遵行 但是對農民非常的不公平 我希望你們就要要有開口的心理 農運講的話 那不是不可以上網 默默地去承受 你小的農運團體都大學生畢業了 他會誰比到你總統五行政院我管隊啊 看到很悲哀啊 這位是人不知道做是人的感苦啊 你這個政策不敢真的 農民會起來革命喔 當時被你們騙了 喔 土地怎麼樣 來 要講農業 我可以跟你一套 但是這個地方 我覺得上個 那個上一屆的立法院 被你們這樣子都搞得很難 我跟你講 大埔事件 你們是要炎地重建 告訴你們總統 前面後面拆了三十幾戶 他這一次去抗爭就不用拆嗎 你有沒有義法行政 你們都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啊 這個很惡的惡力啊 包括 你退化運動 警察會打人嗎 不是你先打警察會打人 你用政治手段來解決 要不要抗爭耶 都依照這樣的比例 我還可以說一下 所以農地農社的興建 辦法要不要修改 要不要重新檢討 我跟你講喔 你們的農委主委當縣長 當縣長的時候 他還是反對 農地農社這樣的修法 但是當了部長可能又不一樣啊 他當時是提反對的喔 跟委員報告 農地建農社基本上 我們是依照農發條例18條之一 只要擁有農地的農民 他就享有十分之一 這幾個問題要確實的檢討 你們來確實檢討 因為你們做的位置常常 那個思維就改變得不一樣 沒有那麼嚴重 臺灣的農地過剩幾十年來了 沒有休耕的政策 水農路都不通了 你們還不知道嚴重的地方 還自以為得益 我跟著時代潮流在走 你去鄉下看 修根的那些有多少的農水路沒有通 你後面講的 我這個就完全同意了 完全同意 我在講是修根的部分 因為造成農水路沒辦法 所以我們會極力的來解決 我們甚至還要解決冠區外的農水路 我講兩岸政策了 謝謝你 我把苗栗事情解決 我來講兩岸的政策 在我講兩岸政策以前 我特別支持 我們張檢生政務委員 他講過 大陸是我們真正最需要的朋友 但是有另外一派 說大陸客不來 臺灣的空情空氣更好 我就想不到 所以我今天 要所有請教內閣 你們在五年內有到大陸的跟我舉手 跟陳委員特別說明 他們在座位上不適合 五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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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沒有當官以前有到過大陸的 全舉手 他們不適合舉手 他們不適合在座位上舉手 以前都做官 經濟部長以前也沒有做官 你沒有去過大陸嗎 不是 不是 陳委員 這個我們立法院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隔遠到這邊 列席 現在隔遠裡面 以前有當官的 當官的不能去 沒有當官的有沒有去 軍事部長 你不必這個棘手 這個可能要請 那很可憐 那問題很大 那沒有去過 沒有去了解過 那現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過去李登輝時代 陳水扁時代 大陸很窮 我們都是洋洋得意的到大陸 所以那時候的中國大陸 叫做世界的工廠 到馬英九時代 到我們蔡英文政府執政的時代 它是世界的市場 那我也希望 你總話給我們蔡英文總統 對於中國的大陸結局 你不能去默示它 你不能去忽視它 你要去看它 承認它的成長 它的影響力在哪裡 那我先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我們台灣不能坐檢觀天 以為大陸是以前舊的大陸 多多看 多多去看 我並不是怎樣 我並不是怎樣 不是閉關 你就可以說給你卸擬能保護自己 然後我請國防部長 我覺得兩岸問題已經非常大了 黃部長 你在立法院第一次執行 說你不支持台獨 但台獨是全民公投決定的選擇 你也會慎重盟意 會尊重民主 講得非常好 應該要尊重民主的經驗 對 但是你講了一句話 就算台獨 中共也不會崩到武力犯台 你是國防部長 這句話講事情你要小心 如果我們宣布台獨 中共不會武力犯台 你有這種把握嗎 沒有 沒有怎麼可以講出來 對岸看的情形如何 如果國防部長講到說 中共會崩到 你宣布台獨不武力犯台 這樣所有經費都取消掉 我們怕什麼 你們現在要照經驗又花了那麼多錢 打得夠嗎 那個院長 我為什麼點你這幾點 不要小看這樣一兩句話 維持現狀 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失誤有多少 您敢在 尤其啊 我跟蔡長不要亂罵人家 中國大陸已經喔 台灣一直在罵他不講話了 這是危險的增長 我跟你們講真的 還有 九三軍人節 那個為了聯軍的遊行 你覺得怎麼樣部長 你說什麼遊行 你有什麼看法 這是不同民意的一種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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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你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啊 看事情不是說看他遊行的年輕 那一股勢力走起來已經 台灣沒什麼監督 政府說話不能相信 對我們金人這樣的五罵 你有沒有去看到民主在這樣批評的時候 當金人何以 情何以堪 金人是一種很容易指 注意這個問題啊 是的 謝謝 部長啊您要小心 好不好 我再來請教院長 我現在台灣從兩岸這樣和諧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發展 到現在已經是冷和了 會真的冷戰 冷戰兩邊都不講話 那現在台灣所有的台獨的分子 我講台獨的分子 都希望如果 因為你有台海的戰爭一發生的話 美國會不會幫忙我們 日本會不會幫忙我們 你跟我講 我覺得我們應該 這個問題很嚴重喔 所有的人都在想說 台獨的分子 都在想美國日本一定幫忙我們 憑什麼他要幫忙我們 跟陳委員特別說明喔 我覺得兩岸的關係應該還是從 善意互動來著手啦 好 會不會幫忙 所以這個問題 你不要一廂情願 來幫我打那個 那個 眼交進攻 現在兩岸政策 你臨前院長的內閣 蔡英文 總統的執政 他叫做眼交進攻 眼的交日本 交美國 進的就盡量 中國大陸盡量五日五來 但是我告訴你 要眼交進攻有什麼分量 我的實力比靈國還強 我去交援了我就打進了 我們台灣 跟中國大陸要怎樣 現在你報日本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好不好 陳委員這個沒有所謂 遠交進攻的說法了 再來下一個 日本人如何看台灣 打出來看 外交部長 女部長 不要坐在那一邊 好 陳委員 你執行的執行已經到了 一分鐘好了 剛才已經延了兩分鐘了 我講 日本的外務省裡面 中國可是怕完台灣 五十人 一個台灣人在哪裡 一個講完 你們現在到這場 就去查問 他自己的中國 那裡面我去偷偷的問 日本很怕 中國人出去不怕你台灣人 他怎麼來演出的才能 一戰爭他們的人 因為很像是對 我講這個事也變重 可是因為沒有他的股權在 好 下一次還有機會 對 對 啊 對 啊 市長並不濟 如果大家不在意想 中國大學大學可以特定上 好謝謝陳委員 謝謝林院長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私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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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